大家好 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我又要開箱了 那這次要開箱的內容的話 一樣也是EDC Everyday Carry 每天都要攜帶的物品 那一樣也是男人的浪漫 做個快樂的工具人系列 那我們以往的話 開箱了很多 EDC 主要都是工具類的 也就是刀光火哨 錢電防環 刀就是刀子 光是手電筒 火的話是點火的設備 打火機打火石打火棒 然後還有一些營火的火種綿 那哨的話是一個警戒設備 包含了口哨 以及反光鏡 就是當你今天有急難的時候 可以告訴別人你在哪裡的 我們通通列為哨 那所謂的錢的話就是multitool 多功能工具 工具類的 鉛子、起子 那些我們都列在錢的項目 電的話是行動電源 防的話是防衛、防身設備 玩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隨身的解壓小玩具 那這一家公司的話 叫做澳交的老鐵匠 那它在全世界也是相當知名的一間 做解壓玩具的公司 那他們的產品的話 主要都是以這一個 他們代表做的話 都是像泡泡牌 例如像那個撲克的泡泡牌 以及就是奶蓋 迷你奶蓋 我們叫Milk Cap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商品的話 也跟這幾個 能夠 也是在這幾個項目之內 我們設不宜遲 趕快打開 那 這次的話是在 2023年618的 這個 年終慶的時候購買的 那這次其實 優惠的蠻多的 其實以往的話 這種PG Toys 都相當的滿貴喔 我都不知道 我剛開始接觸這個領域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到底在貴什麼意思 相當的貴 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無限無味的推牌 那它是玩物樂製品牌的 那玩物樂製他們家的產品 代表做都是這種推牌類的 那這樣子一個多少錢 各位猜猜看 這個的話 人民幣是788塊 也就是說 折合台幣的話 這要到3500塊 這要3500塊 各位 這樣子要3500塊 這個是3500塊的東西 好小喔 好小一個喔 這樣子3500塊 對 所以說 這些東西的話 都非常昂貴喔 實在是 我們都有時候都不知道 到底在貴什麼意思 好 來 我們打開 那打開了之後的話 我們就看到的內容物 好 它這個是奶蓋系列 奶蓋系列的話 它一樣也是 這個 ACEDC 跟老鐵匠的 喔 這是ACEDC的產品 只是說 它請那個老鐵匠做代售 好 那它叫做DONUT MINI 好 它是 不鏽鋼材質的 好 然後重量67克 它是 迷你版的 啪啪臂奶蓋 好 那是不鏽鋼的材質 好 那包裝的蠻精美的 好 那是 ACEDC的這個品牌 好 我剛剛 看到它這個外盒寫老鐵匠 原來我搞得懂了 我是在老鐵匠的賣場裡面去買到一些EDC的產品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打開 那我接下來的話 還會再跟各位開箱第二批的商品 接下來第二批商品的話 我這次就買老鐵匠的那個陀螺 以及這個 撲克的推牌 跑跑牌 好 ACEDC 它在大陸的話 是相當知名的一個做 這個 EDC Toys 它的公司 那 他們的代表座的話 就是奶蓋 我剛剛說的這個奶蓋 就是他們家的代表座 包裝相當的精美 很有這種二次元的風格 很好 很有娛樂性的感覺 那我們就把它收縮膜打開了 那它內容物的話 它的包裝一直都做得很好 其實我們這種東西都好貴 那這一個 我記得這個 這個幣的話 這樣子的售價也好 我記得多少錢 300塊 300x1600 1600 1700 好貴喔 對 它的品牌叫 ACEDC Original 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就是 我們的主角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奶蓋 奶蓋的 啪啪幣 那我們看看 這內容物還有什麼 沒有啦 就這樣 那就這樣 就這樣嗎 它有沒有一些 維修 維修裝備之類的 沒有耶 真的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好 那就這樣 在這裡 好 那 好 它有一個替換的 那個磁鐵的 軌道 啪啪幣的軌道 我想說怎麼可能沒有 因為我買過它比較好多的產品 那還有貼紙 貼紙 那這邊寫的是 Everyday Carry 沒有錯 玩具也是Everyday Carry 這是無庸置疑的 大家各位在欣賞節目的工具人們 要記得喔 要買一些玩具 放在自己的工具袋裡面 隨時拿出來把玩一下 那我同時 這次也買了這一個 這個就是老鐵匠的啦 老鐵匠他們家的東西 這是一個全牛皮的 這個收納套 我們可以放很多不同的Fiji Toys 我也可以放這個 這個好貴喔 這個三千多塊 快四千塊的東西 看不出來吧 看不出來齁 然後放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攜帶 那這是我這次箱子裡面的 一個內容物 那我們趕快把這個主角打開 QC Plus 這邊有一個QC Plus 那些東西都好貴喔 不知道貴什麼意思 不過是蠻好玩的啦 然後重量稍微還是有 蠻重的 那我告訴各位大家知道怎麼玩 在這裡你要轉它 你會有段落感 玩什麼呢 就在玩它的手感 好 你有很多種玩法 你可以推快一點 可以推慢一點 然後它有一個重量 那這整個感覺我覺得還不錯啦 好 然後要聽它的聲音 那我說明一下為什麼需要Fiji Toys 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焦慮的時候 或者是說緊張的時候 這時候有可能會讓我們的 在工作上面的 或者是說 嗯 狀態上 會比較 沒有辦法進入到最佳狀態 或者是說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有最高的 工作的表現力 或是專注力不夠的時候 我們 我們有時候就需要像這樣子的一個玩具 蠻好的啦 那我們通常Fiji Toys的話 它是在我們在做身心科的治療 或是說附近科的治療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用到的一個道具 它就是要讓 有一些像 像ADHD或是ASD 這樣子的一個 疾患的一個小朋友啦 或是大人啦 它能夠 疏解它的壓力跟焦慮 然後讓它能夠提升它的專注力 是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啊 像這樣子的一個玩具的話 並不是說現在才有 古代都有啊 像我們會做一些 比較細膩而且 反覆的動作 都可以達到這個紓壓的效果 細膩且反覆的動作 哇 這好棒喔 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左手的時候一樣 也是 它會有一個敲門 有一個角度 好 你就可以 有這樣子的一個聲音 跟它的那個 反饋 像我們看到有些人的話 他會轉筆 轉筆 轉筆 轉筆的話 這裡都是一個 在做紓壓的一個動作 或者是說 它在按一眼之筆 它會讓一個人 然後回到最佳的狀態 最佳的覺醒度 好 那我們古代的時候 好像這樣的產品有什麼 例如像 你們有沒有看過 大家玩核桃 或者是有三顆球 在手掌裡面 這樣子扭啊扭啊 然後有些人的話 它會有一個板子 好 那我下一批的一個 產品裡面的話 也會有板子 跟各位介紹 然後例如像 有些人玩佛珠啊 或者是說 有一個手上的葫蘆啊 折扇啊 碧咽湖啊 這些都是 那個 我們稱為叫 古丸 文丸 手腕 這樣子 那那個故宮 有時候會展出 皇帝的多寶格 那這種的話 也都是所謂 是手腕文丸的系列 那這個 呃 相當好啦 因為這個相當療癒 而且它在使用上面的話 也很簡便 那它的外觀蠻好的 它是一個亮面的 呃 不鏽鋼 呃 確實 我說實在話的 真的是 呃 名牌的產品的話 就有它的品質 相當好 它這手感相當好 那雖然售價很貴 哈哈哈哈 我還想這個真的是很 我不說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要多少錢 好 那今天呢 我 summarize 一下今天開箱的內容物 那這次的話 是在 呃 澳家老鐵匠的店裡面買的 它是 ACEDC的品牌的 呃 這個 小玩具 那它叫做奶蛋 那它的尺寸是迷你的尺寸 材質是 呃 攜帶的 小包 好 那這攜帶小包的話 我目前的話 是裝的這個 玩物熱資 EDC 它們的無限位推牌 好 那這推牌的話相當好貴 788塊人民幣 哈哈 看不出來吧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 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